社交省某场外科专家曾向记者表示说, 每年全世界新发的胃癌患者有一百万人左右, 有患数在中国, 其中二十万例的人由于胃癌而死亡, 胃癌的发生与眼神息息相关。 如果我们日常注意健康饮食、防癌饮食, 就能大大降低因为饮食所引发的胃癌的发生率, 所以爆炸营养课堂在这里劝告大家, 我们平时要多放点心思在吃的食物上, 像以下这三种食物, 各位还是尽量少吃为好。 一、预防胃癌要少吃烧烤, 大家都爱吃的烧烤会导致胃癌吗? 答案是肯定的, 而且无论烤的是牛羊肉还是鱼肉, 是瘦肉还是肥肉, 都有可能存在致癌性。 瘦肉当中有很多的氨基酸和鸡肝, 在高温烧烤下, 两者可以反映生成杂团外, 而肥肉烧烤时就会产生多环方期, 两种物质都会破坏人体DNA, 从而开启癌症演变得危险之旅。 数据显示, 经常吃烧烤的人, 比不吃烧烤的人, 胃癌发病率要高出许多。 二、预防胃癌要少吃腌制食物, 研究发现, 如果每天多摄入一两加工腌制的食物, 患上胃癌的几率就会增加15%到38%, 这是因为一般胭制的食物中含有大量的亚硝酸盐, 而这些物质进入体内都有可能生成致癌物, 假如经常食用, 这些致癌物质在进入人体后就会附着在胃部, 从而提高胃癌的发生率。 三、预防胃癌要少吃酸甜、 辛辣的食物, 想远离胃癌, 就得拒绝辛辣食物, 包括甜品, 无论是辛辣的食物, 还是过酸的食物, 过甜的食物, 都会诱发幽门罗杆菌的感染, 因为酸甜食品可以让幽门罗杆菌繁殖量大大增加, 而辛辣的食物, 是可以直接刺激到胃粘膜的, 然后细菌就会趁虚而住, 造成腊部溃疡, 以及胃粘膜损伤, 这样诱发胃癌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, 在生活中, 我们时常会听到胃癌患者说一句话, 要是能早点发现就好了, 因为发现时间早晚不同, 最后的结局可能会有天壤之别, 其实有一个检查项目就可以做到, 那就是胃镜, 它能让病理科的医生在显微镜下观察, 是否发生了癌变, 或者是否有癌变的倾向, 真正做到胃癌的确诊, 那什么时候可以考虑做个胃镜呢? 当你短期内突然出现食欲下降, 胃痛, 胃胀等症状, 或者在没有刻意减肥的情况下, 出现无法解释的体重下降, 停血的时候, 以防万一, 我们就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了, 各位朋友, 你身边有胃癌患者吗? 你知道他们的发病原因吗? 不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, 分享你身边的故事。